来了来了 苏妈带着999美元的RX7900X7X和899美元的RX7900X7来交朋友了 今早AMD的新一代显卡发布会上 苏妈公布了采用全新RDNA3架构的两张顶紧7000系显卡 将于12月13日上市 所以给抢我也是快马加鞭制作了本期视频 其中RX7900X7X应有96组计算单元 总期6144个流出力器 基础频率1.9GHz 游戏频率2.3GHz 加速频率2.5GHz 配备了24GB384bit的GDDR6显存 以及96兆bit第二代无线缓存 显存带宽高达960GB每秒 峰值单进度计算性能能够达到61T浮点 而供电接口还特意强调了 为双8PIN接口 TPP功耗为355W 推荐电源为800W 而且显卡尺寸也只是大了一点点 所以官方表示 买我们的新卡 不用换电源也不用换机箱 不知道说给谁听的啊 不过非共版的卡 可能会采用3×8PIN的供电 尺寸也会略大一丢丢 比如华硕的TUF系列 除此之外还首发加入了DP2.1输出 售价为999美元起 这比408016GB 还有便宜200美元 四手五入 打赢4080就算胜利啊 另外一张RX7900XT 一样是采用了Navi31核心 只是进行了略微的阉割 有84组计算单元 5376个流出力器 基础频率1.5GHz 游戏频率2.0GHz 加速频率2.4GHz 配备了20GB 320bit的GDDR6显存 无限缓存为80兆币 显存带宽800GB明秒 峰值单进度计算性能能够达到52T浮电 很好是支持DP2.1的输出 功耗为300W 推荐电源750W 依旧是采用了双MAPIN供电 售价899美元起 两张卡都将于12月13日正式发售 大家觉得哪一款更香呢 那实际的PPT性能 SOMA这边也放出了7900XTX 与RX6950XT在4K游戏中的性能对比 大约提升至了1.5到1.7倍 官方还给出了几张显卡 在4K最高画质下的最高准率 不过PPT嘛 而且是最高准率 你懂的 还是需要到时候实测一下 游戏4K画质 在FS2的加持下 也有48%到85%的提升 由于是支持了DP201接口 所以可以提供高达8K165Hz和4K480Hz的支持 而且在FS2的加持下 刺客信号10电8K分辨率可以跑到96帧 不过这PPT也只能参考一下 虽然RX7900XTX是目前的首发起见 但很明显没有对比RTX4090的意思 PPT中也没有4090的数据对比 而在发布会问答环节中 MD的Scot也表示 他们并没有想让RX7900XTX与RTX4090并价齐驱 而是想以1000美元及以下的价格优势进行竞争 感觉这样对玩家会友好很多 交个朋友嘛 别搞得两边都买不起 如果强行要与RTX4090比较的话 最明显的优势也就是价格了 它真的便宜太多了 我知道新版的FS2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 在虚幻引擎的演示中 机前系显卡与FS2.0下为60fps 但换上了FS2.3之后就会增加到112fps AMD表示 这项新的升级技术能让性能提升多达两倍 另外AMD还推出了一项全新的技术 名为Hyper RX 一种一键式的性能和延迟改进功能 在《消失的官方2做个人吧》中 AMD声称性能提高了85% 延迟降低了1% 应该是来对标老黄AVIDIA Reflex的 不过只有FS2.3和Hyper RX两项新技术 都需要等到明年才会与玩家们正式见面 以上这两张卡都是基于了最新的RDNA3架构打造 据AMD表示 与RDNA2相比 RDNA3预计每瓦性能提升 高达54% 就以Navi31核心为例 其采用了5nm制程工艺 间体管密度比Navi20系列高了165% 最具亮点的是 RDNA3架构首个加入了小芯片设计 具有一个5nm图形计算芯片和6个6nm内存小芯片 AMD还声称G3单元也将进行改进 采用了游戏优化方案 包含了AI加速和第二代RT光追加速 反正就是了新技术绝对给力 厉不厉害啊你宋妈 最后AMD还表示将会对驱动软件建议优化升级 以提供更全面的功能 由于发布时间比较紧急 视频中很多细节都没有展开说明 也欢迎大家前来补充 要出现什么纰漏还请大家指出 那此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 也正如两张显卡的优势一样 就是价格 不合NV硬钢性能 转而投向更亲民的价格和更实用的技术 对于玩家来说可能再好不过了 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看待的呢 999美元的价格你觉得香不香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单位里积极讨论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更新更快更全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